大家好 又是我二世祖 肥蘇和阿B 沒錯 又是節目開始之前 又是說回那些東西 記得分享 讚好 我們的頻道和面不開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最重要的是這個節目可以分享 再加上讚好 甚至如果你們覺得這些話題 我又想參與一下 或者聊一下對這個節目有什麼意見 留言 提議 不妨在下面留言 一回覆 放心 今集有一個挺有趣的話題 而且這件事又勾起我小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古人精怪的東西 不是怎會做這個節目 但當時我記得有一輯香港的電影 或者是包裝翻譯外國的電影 就叫做死亡真面目 不知道是阿B 小的我 所以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因為當時這些電影 或者這些電影 其實是有些經歷性的 因為當時沒有限三級的 那個年代廣天死亡的東西 大家都會覺得有些很害怕 挺暗的 因為當時我記得我年輕人已經進去看 當時我記得進去看 看完真的晚上發暗夢 不是開玩笑的 但是後期就OK了 我自己在網上找回來 再由頭看有幾輯的 當然有一些東西 其實我後期知道他是真實的片段和報導 但是有一些他知道那件事 但是他用荷里胡多厲害的 拍出來的 有些是拍出來假的 有些是真的 但是這件事 我們想說說 有一個美國的附庸 他五十幾年前 其實當時他自己身患重病 他有很多錢 很有錢 他當時覺得這些不治之症 但是翌日 如果保存著我的身體 身軀 冰了他 雪了他 就是幾十年後 醫了我槍明 不是挖 拿我出來 治好我 然後我就可以重生 對 因為他有很多錢 我現在保持肉身 冰了他才冰封了 我將來治好病 我有很多錢 我還可以享受人生 這個想法好像挺理想的 是不是 這個想法是挺超脫的 就是當時那個年代 當然他肯定是怕死的 老實說 如果他不是怕死的 他也不會這麼說 不會這麼想 因為這個人叫貝德福德 其實他本身出生自1893年 其實他家裡都是牛貨 蛇牛大亨 做生意等等 他很富有錢 甚至他在後期都捐了很多錢 但是他怕死 到1965年 1965年他避驗到他 還了一些癌症 其實當年他已經很有錢 因為他在1948年和1965年 他已經連續漸亂了四屆美國首富 很厲害 很想知道他多有錢 你幻想現在是整個美國最有錢 像比爾基斯 馬斯克那些都是高級的 所以他這麼有錢 但是他怕死 但是當時他有患癌症 患了腎癌 腎癌也是少見的 腎癌 但是他怕死之下 他就有個想法不發其想 那一開始很搞笑的 其實他聽到有一個人叫李信 李信 其實他就說不是的 老闆 如果你怕死 你現在有腎癌不要緊 我有個辦法 覺得可行的就是 首先你先冰了自己 雪藏自己 像肉一樣 雪藏就不會死 到幾十年後 你的腎癌 找人換腎也好 找人醫也好 當然是可以的 幾十年後的科學 一定昌明到現在的 他就說不如這樣 想個辦法 不如搞一個冰封了這些人的驅幹 然後到時再拿出來 然後貝德福德就相信他 這傢伙可以的 其實貝德福德 雖然是來自石油大坑有錢世家 但是他本身是很厲害的 他以前讀書的時候已經很厲害 他讀了三個博士學位 其中包括科學 但這些騙案近期有個博士都會出現 電話騙案 其實博士都會出現 讀書不代表不會出現 他除了有金融 有心理 在科學上也是很厲害的 所以他當初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他是覺得他騙鬼 他是不相信的 到後來他真的病得很厲害 很辛苦 感覺到自己也真的不行 凡又死定又死定 不如博一博 還有這件事是怎樣的 這件事是怎樣的 但問題是他為何會有這個概念 推銷給貝德福德 他的問題是他當時認識了一個老朋友 羅伯特 或是叫羅伯特 密歇庭密基金大學醫學教授 當時寫了一本科幻小說 所以其實貝德福德做生意時 也幫羅伯特宣傳我這本科幻小說 所以現在可以想想 不是的 雖然你是騙子 但你推銷這條橋 又好像可以想想 因為背後有這個意念 寫這本書 讓人是一個醫學教授 這件事好像可以接受很多 況且他死了的錢都不能帶到棺材 不如試一試 如果50年後真的可以回生 那我就還有很多享受 所以這三人組就出現了 這三個就是 老闆出錢 沒東西厲害 出錢 第二 羅伯特出技術 以及醫學各方面的技術 而騙子李尼爾森 他真的是一個典工 他是典工 以及他整個凍倉 他懂這些東西 他知道這些東西是可行的 要兵東西而已 有多難 雖然 整個生意我就不懂了 你要死歸了 鋁進去兵住你 不變壞 那就OK了 沒錯 所以他們最終成立了這個叫 冰凍計劃 最終也拿了錢出來 拿了50萬美金之外 以及額外整了一個基金 因為最關鍵就是 他開皮 我們叫他開頭 就50萬美金 但之後怎樣呢 怎樣營運下去 誰幫你付錢呢 他就做了一個生命延長基金會 用了300萬美金 讓他一邊走 一邊走 一邊走 所以這個富豪 貝德福德 都想得多周到 這件事可以的 就在1967年的6月 他的癌症徹底惡化了 去到尼流之間 就馬上參與 即是說 OK 等他死歸了 就OK 即是立即幫他搞 所以這個時間 就等他 等他尼流之勢 通常你都知道 行章就幕的人 會有一刻突然很清醒 即是回光反照 回光反照 但也很辛苦 但他要立遺囑 這麼多手未留下 然後他立了遺囑之後 那些科研人員 就馬上將他推進了 實驗室 進行這個冷凍的工作 而且他講得明 1967年 是 50年後 50年後 大家很期待 如果他可以做 如果他能夠治療我 或者醫學 進步了 各方面 他的基金會 就會一直溫耐 然後2017年 就那些科研人員 即是不知道他有多少手 即是有些人死了 走了 按照他的合同 就令到這個富豪 重見天日 好了 那搞一下搞一下 去了50年 大家很期待 2017年 2017年 應該就拿那個 好像冰封長毛像 那樣的物體 美國隊長 將他拿出來 然後就看看 是否真的可以 整整個人 然後幫他治療 照理是這樣發展 大家都這樣想 但是這樣 來到這一刻 就突然間整個計劃 要取消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根本覺得不可行 計劃不可行 根本他打開蓋子 就這樣拿出來 其實問題就是 話說這樣的 其實富豪 富翁 其實他本身已經差不多 因為最慘的是 他冰凍他的時候 那些癌症已經擴散了 他本身也不只是腎癌 可能整個身都已經有了 然後你搞到這樣的環境 才冰他 然後冰凍他 再拿出來 其實他的身體也是這樣 你根本沒有辦法 搞得到他 而且他都差不多要死了 是啊 很虛弱 甚至現在的關鍵是 他們的結論是 如果你要冰 麻煩你早點冰 你還沒死 或者還沒去到這麼差的時間 你不要整個癌症擴散了 幾千是冰 那樣的意思 所以告訴大家 原來的意義上 就說說冰 但後來原來 50年後都發覺 要復活這個人 要幫這個人復活 好像其實都沒有什麼意義 除了你剛才說的 他身體的狀況已經很差之外 就是他死亡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處理也是很有問題的 首先我們定義一個人死亡 有時候就是我們沒有呼吸沒有心跳 這個就是我們缺氧的狀態 他就會死亡 還有我們所說的老幹死亡 是 大腦 沒錯 我們大腦一不活動到一個時間 大腦細胞頂多可以支撐40分鐘 但是他們當處理他的肢體的時候 就用了長達4個小時 搞啊搞啊搞4個小時 是4個小時的 所以他腦幹的細胞 基本上已經沒有可能再 就算你要整理他的肉身 回來陽間也好 他的腦也沒有可能是重新活動 所以他應該是沒有什麼可能會再生 還有最關鍵的一件事 除了你剛才說的那個腦幹 或者各方面之外 他們都沒有計算過 或者可能沒有精密計算過 或者當時沒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他們用了抗動劑 抗動劑的意思就是 令到他身體的液體或者血液等等 所有東西就不會抗動 即是不會應結 不會應結 不會應結 但問題又來了 這種的抗動劑 叫做二甲基亞蜂 總之一種抗動劑 我都不懂那些學名 他就有毒性 究竟你注入了那麼多 以及注入了那麼久 幾十年後 其實會不會根本毒死了 他的細胞、組織等等 這個也是一大問題 我前提還要他們 其實他們身體裡面 自己本身的體液 即是他們的血臭乾了 然後再打這種抗動劑 根本就是一個標本 即是你等於那個標本 抽走他的體液或者血液等等 然後就注入了 唯一的分別就是他還有內臟 但他身體裡面 也不是他自己的血 老幹就已經死了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因為其實這個計劃 除了富翁自己之外 其實一直都有人做這件事 我一直留意一下 偶爾也有人付錢去做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 剛才大家結論了 有幾件事情 第一就是 那個計劃很沒有周長 即是說 究竟他應該要多久 要處理好他的屍體 屍體趕快令到他可以做生 第二 你不要用這個 因為現在這個年代 肯定不會用這個抗動劑 否則你根本就毒死了你自己 整件事其實都是起源於他太怕死 又剛好 有個醫學博士教授 就寫了一本書 有這個意念 又剛好碰到一個電工 不知為何又會想做這件事 可能為了錢也好 最大的決心其實是因為他太怕死 是 就造就了這件事出來 但我覺得反而要有幾個關心 第一個關心就是反過來 我當你的手 即是一直做的process都對的 他的身體肉身是可以保存的 即是其實如果在自然界 我近年看一些動物的片 我也見過 有一隻青蛙 有一種大自然很厲害的 有一隻青蛙 就是到冬眠的時候 他就在 我沒有記錯 在北極那邊 那麼他就會躲在那裡 然後就冰冰冰冰冰冰 那些雪的冰冰 然後一到春天 他就會自動身體機制 他就會抗凌 然後又亂動 又會繼續生存 現在科學家都在研究 他究竟是用什麼元素 什麼東西去導致可以這樣 好了 這個我不會覺得人類做不到的 一定做到的 但問題關鍵又來了 我經常說 如果科技是 我當時間正確 你早冰了 然後你幫你換上神仙兵 麻煩 那就不會擴散 用對抗凍劑 好了 結論又來了 五十年後 如果我們 看開二世祖 或者我和阿B的各方面 都會說 那你的靈魂去哪裡 那你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你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你究竟是否回來 要不要幫你招魂呢 其實不是 這個是很確實的 你不同的教派 你不同的信仰 那你究竟是你的靈魂去哪裡 可能要問一隻青蛙 對 青蛙未死 應該睡著 青蛙是冬眠 可能會去到處飄玩玩玩玩 才會拍一場夢 不是 不是 要不要幫你請師傅來招魂 他回來了 他回來了 五十年了 如果他能醒醒 應該他的魂會自己回來 如果不是應該就醒不回來 不是 我記得很多年前 看了一些科幻的劇 曾經有人說 曾經有做過有一齣 不知道外國做什麼鬼 就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個人是復生 沒事 但根本不是那個人 即是有第二個靈魂 或者不知道第二個靈魂 根本不是那個人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 如果我們反過來 如果我想今天 富商現在還在這裏 他今天就不應該這樣想 如果正常 今天應該用遺傳基因學 拿到那些基因 那五十年前沒有那麼多 那時候沒有 即是現在這個年代 遺傳基因學 先把他的基因抽走了 然後 L就L 不過就拿他的腦 那方面 那些基因 從頭去建立 做回一個 背胎 如果你有錢 你會不會這樣做 往事說 這件事都覺得過癮 明白嗎 都覺得過癮 但問題就是 又有一句 當你有了 所以我不知道 大家有什麼信仰 有些說法就是 為何要人 令你忘記了前世 或者多小的事情 問題就來了 如果你記得的話 就很麻煩 如果五世以前 我是一個女人 我又記了那些煩惱 或者那些事情 然後四世以前 原來我又變了一隻狗 那我的狗又有那些事情 那你變了其實 第一 有很多這些煩惱 第二 你的人生 譬如我的老友 阿B 我又拍拖一遍 咦 去了哪裡 我醒來 那個世界都不同了 那些人都不同了 那怎麼辦呢 很多事情 很多現實的事情 對 對 所以我經常勸人 不要太煩惱 也不要太好記性 你去年那些事情 不開心的事情 都可以忘記了它 不要說是上一輩子 還有我覺得 有些事情 是你覺得 你上一輩子是這樣的 而不是他真的這樣的 是有些緣 對嗎 但你想想想想 你就會明白了 其實你覺得什麼是真的 我經常都說 所以你 相信你上一輩子是一隻狗 你上一輩子就會是一隻狗 你會覺得自己現在都像一隻狗 所以你不妨覺得自己上一輩子是一個皇帝 你現在就是一個皇帝 我經常相信我上一輩子是 1950年巴西世界盃 在現場輸了世界盃 然後吞槍死那些 然後投胎來到香港 我這麼喜歡巴西還不是 那麼喜歡巴西 因為我真的研究巴西的足球 研究到一九三幾年 五幾年 我還不是那裡吞槍自殺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球王 不是 那些現場的觀眾 那些 就是有人 輸了 當時輸了給烏拉圭 覺得是國恥 然後現場有人馬上自殺 我相信我是那些 應該都是 最近投胎來到香港 都可以 都可以 我相信就是 今世和足球都是有分不開的關係 所以 今集這個話題都挺有趣 大家當然覺得 不是 最重要是有一件事 我反而覺得現實的說 今世 可不可以冰住個人 逢不逢沒島再說 今世有這麼富豪 盡情享樂 用債去算 面對人生就是 享樂或者做善事 和朋友請爸爸去吃飯 就算了 說完 好了 今集差不多時間了 下集再和大家聊聊其他 有趣的話題 拜拜